大家好 看了YouTube视频 很多人谈爱国电影 叫什么我和我的祖国 说陈凯歌全家美国人 他那儿子陈什么玩 我不知道叫什么玩 但肯定姓陈 这个姓我肯定知道 姓陈 如果不姓陈 那也不是他儿子 他名我忘了 也是美国人 扒出来了 做个视频 你说人家反华反共吧 但人家拿出来了 陈凯歌全家美国人 但人陈凯歌现在又做了一个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然后这个事 你说咱们得说一说 你不能光他们说 咱们不说 这个事我怎么说呢 我怎么看呢 首先陈凯歌爱不爱国呀 我不知道 甚至啊 连有可能陈凯歌自己爱不爱这个国家呀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咱们今天不说陈凯歌爱不爱这个国 但是人陈凯歌活明白了 国庆财呀 人家发了 他那个我和我的祖国啊 那个一系列的 肯定发大财呀 国庆发大财 陈凯歌全家发大财 这个 你不管你是不是反华反共的 你不爱这个中国的 和我们五毛啊 爱这个中国的 咱们这两边啊 是不是 你看咱们平时打来打去 在YouTube上怼来怼去的 但在这个事上 咱们不如陈凯歌聪明 陈凯歌人家 全家人是把什么 把实惠捞着了 人家真是赶上国庆发大财了 所以这个事啊 我只能说人家活明白了 爱国呀 也可以发大财的 还是说回来啊 我呀 在这个事上 我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 要有些啊 五毛啊 是不是 就开始怼了 五毛里也有啊 是不是 那些怎么说呢 说话不好听的 就是 有点傻的 但是啊 我相信他们傻也好 怼他们也好 都是爱国的 就是傻瓜也可以爱国 这个出发点没错 可能在陈凯歌这位 问题上开始怼陈凯歌 我呢就是因为我想法跟他们不一样啊 我呀 我看他什么东西的视角跟他们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事啊 都没有错 陈凯歌也没有错 发 发国庆财不可以吗 哪条法律规定人家不可以发这个财呀 甚至我觉得中宣部啊 是不是 中央电视台呀 是不是 国内那些明星啊 香港明星 台湾明星 都可以发一发国庆财呀 法律允许啊 那没有毛病 但是他们爱国爱这个国 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 那么这个事啊 咱就不评论了 我不知道的事 我没法评论 我主要说一说 咱们后面要干嘛 既然国庆了啊 很多人要发国庆财 咱们哪 是不是 五毛也休息休息 你们这些反华反共的媒体啊 该休息也休息休息 咱们哪 是不是 举杯啊 对眼一下 是不是 你骂我们 五毛也骂累了 我们骂你们也骂累了 这个时候啊 咱们两边 是不是 互相对视一下 喝着酒 一干而尽 看啥呀 看他妈表演 既然呢 这帮演员 是不是 要发财的这批人呢 人家 已经把节目都准备好了 咱们呢 就踏踏实实的 在国庆节这段时间啊 也别怼了 该休息休息一下 啊 后面来日方长 咱们呢 平时是仇人一样互相怼 现在呀 该咱们啥 静下心来 啊 看节目了 在这个事上 我觉得啊 你这帮反发反共的 你们可能真是恨国人党 真恨这个国家 五毛里边啊 也真是爱国 是不是 爱党的 但是咱们两方啊 是不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在这个事 在陈凯歌啊 这个 这个我和我的祖阁 我和我的祖阁 陈凯歌 我和我的祖阁 这个面前啊 咱们都naive 没有人家玩的大气 咱们就不要什么了 啊 就不要互相怼了 在这个事上 我觉得咱们呐 是不是 在人家陈凯歌眼里啊 怎么说呢 都低级了 低级了 还是人家大导演有思维 所以这个事啊 咱们啊 是不是 其实是一个阵线里面的 都得看人家表演 你看 是不是 所以啊 我今天也不怼你们啊 这帮反话反共的 你们呢 这个事也别怼五毛了 五毛啊 也没陈凯歌聪明 陈凯歌人家也不是五毛 人家是有后台的啊 大导演啊 还有美国户口 甚至在美人家在美国 比你们这些啊 在美国反话反共的 还好是 明白吧 人家两条船呢 你看 在中国 他比我们五毛厉害 在美国 比你们这帮反话反共厉害 所以我说呀 这个事上 五毛和你们这帮反话反共的 是不是 是一样的 处境都是一样的 陈凯歌才是赢家 那咱们呢 就不要互相怼了 让人看着呢 这段时间呢 咱们就老老实实实的 在YouTube上看什么 看人家 我和我的祖国 表演 7月 10月1号 开始表演 10月7号 是不是 假期一结束 人家表演也结束了 是不是 赚着美元回美国了 是不是 然后 然后五毛和你们 约个时间再战 咱们再继续打 所以这段时间放个假 我觉得挺好 也不给国家 是不是 增添麻烦 也不让什么 是不是 让你这一年四季 连个假期都没有 互相之间打 我觉得也不老忍呢 你要想打也可以 你自己的 我觉得 你在这个事上 应该跟五毛站在一起 咱们五毛现在看 人陈凯歌 也是大腕 也是很厉害的人物 你们在美国 可能也接触到 陈凯歌这样的 人家在美国 也是政商两界 大腕的 跟你们也没啥关系 所以 咱们这个事 是不是 就休战就完了 也别互相怼了 也怼来怼去的 陈凯歌可能也 也看不起五毛 也看不起你们 这些 是不是 反华反共的 人家也看不起 跟咱们不是一个层级的 所以在陈凯歌 这个问题上 我还是说 我觉得 没必要怼了 也没必要开 这么一个话题了 最后你把人家热度 炒起来了 是不是 人家把钱赚走了 你说 他也瞧不起我们五毛 也瞧不起你们 那咱们炒这个 为啥呢 是不是 让人家把钱赚走了 咱们互相炒起来 都挺累的 所以在这个事上 我觉得 休战 就不要再提这个事了 再提这个事 其实你这么想 五毛也挺可怜 五毛 国内那帮大V 是不是 公知 看不起五毛 视五毛为粪土 是不是 一掐掐死你五毛 你们算啥 但是五毛爱国 我觉得五毛爱国没错 是不是 你呀 不爱国 你恨这个共产党 是不是 那双方就容易掐起来 在这个陈凯歌啊 在这个我和我的祖阁这事啊 咱就别掐了 因为咱们都没有人陈凯歌聪明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想想挺有意思啊 对立的两方啊 是不是 把酒啊 是不是 休战 互相喝点酒 看着他们表演 哎呀 这个 这第三方 像陈凯歌这方 我不知道起什么名字 好啊 他们其实很厉害的 你看他们是在美国也很厉害 在中国也很厉害 所以我不知道管他们叫什么好 既得利益集团 也不能这么叫 人家不是这个集团 反正人家肯定比我们聪明 比五毛聪明 我也不是埋在你们 他们啊 像陈凯歌 比你们啊 这帮反发反共还聪明 人捞到好处了 所以啊 所以我有时候啊 我看这个世界啊 我看的就是有点 跟你们角度不一样啊 你看我 我不是上来就怼你们 是不是 我跟你们分析这个事 你们有时候啊 是真心反共 真心反华 五毛呢 也是真心爱国 真心爱党 是不是 那两方都是真心呢 其实也都是啊 可怜之人 都用这个真心呢 是不是 在付出 在这个YouTube上 是不是 付出啊 时间呢 是不是 你打个字 至少你发个 看个留个言 那都是时间 付出了 但付出了没回报 人家是不是赚着好处来 所以咱两方啊 在这个事上 咱们其实是啊 这么一看 一条战线上 所以我觉得聪明人啊 这个时候 咱们两方就别掐了 都修战 看着他们 十一啊 上演 我和我的祖国就完了 不过 我和你 我和你